北京时间8月2日晚,中朝联赛第15轮最后两场比赛战霸,状态正佳的广州恒大继续高歌猛进,在客场3比0大胜天津太打,而本赛季是不可挡的北京国安也顶着了压力。 在主场将不败场次扩大了14场,并在该轮比赛中以6比3的大比分狂胜人员不正的河北华夏,北京国安在搬家风霸巴坎不缺阵的情况下,依旧打出了一场当气会场的比赛,一度被巴坎不挤掉位置的索利亚诺不负主帅施密克对他的信任。 本场比赛,如猛虎下山,上演帽子剂法,另一名来源比埃拉也不甘示弱,上演没开二度,巴西中场奥古斯托虽然没有进球,却是国安本场当之无愧的大脑,上演助攻帽子剂法。 如今的国安前场攻击力,真的不是一般的强,最终,他们以6比3的大比分,拿下河北华夏幸福,顺利拿到3分,并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,再次计掉山东武能,重新占领积分榜的榜首之位。 由于这是本赛季中超上半城的最后一场比赛,所以,国安也顺利拿到了本赛季中超的霸城冠军。 广州恒大本轮客场挑战天津泰达,刚从巴萨回归的保利尼奥,成为了恒大本场的第一功臣,不仅打进了两立进球,而前,还给急需斩获进球的队友高拉特送出助攻。 最终,恒大凭借保利尼奥创造的三个禁球,以3比0的比分完成天津泰达,如愿拿到3分。 凭借这场胜利,恒大也再次低身中超四强,有意思,可是,半轮中超出现了非常壮观的一幕,基本轮排名前6的球队全部拒绝掉链子,都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 除了排名第四的广州恒大和排名防守的北京郭安取得了胜利之后,其余几支排名靠前的球队军取得了胜利。 其中,排名第二的山东鲁能,在主场3比1打胜上海生花,排名第三的上海上港则在主场4比1打胜天津泉剑。 此外,排名第五的江苏苏宁,在客场1比0击败河南戒业,而排名第六的广州复利则在主场4比1打胜北京人和。 而且,除了江苏苏宁取得小胜之外,其他五支排名靠前的球队,都是三球以上的大胜。 到目前为止,这六支排名靠前的球队,都有夺取中超冠军的希望,当然,排名前四位的球队夺冠的希望最大,而排名第五的江苏苏宁和排名第六的广州复利,恐怕最多能成为真冠的角局者。 从这六支球队这一轮的表现来看,他们集体拒绝掉链子,完全已经进入到了自刀剑红,各不相让的争冠状态,由于实力上的相差无极。 本赛季的中超争冠形势势必十分惨烈,就大概是近八个赛季以来,争冠形势最惨烈的一个赛季,而越是这样,中超也就越充满悬念,球面也就越看得过瘾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